老婆老婆快快快 老婆起来啊 干嘛 去换衣服啊 快点啦 干嘛嘛 妈出车祸了 现在去医院你敢去换衣服啊 外面那么冷 我可不想出去 你快点吧 祖宗 医院等着要10万块钱手术费 又交钱才可以手术 我们家哪有钱啊 你张狗就要10万 你说10万就10万啊 不是给你准备了58万彩礼吗 先拿那个来用啊 你也说了 那是给我准备的 你拿这个钱去用了 那我们怎么结婚啊 我说你啊能不能懂点事 事情轻重你的分不清吗 赶快换衣服 我不懂 你懂 那你去找那些亲戚朋友借啊 不行你就去贷款 反正就是不能动那个彩礼钱 不是 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人躺在手术台上等着呢 能不能别做了 以后结婚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不是说我们不是还没结婚吗 那是你嘛 又不是我嘛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就说怎么了 他又没生我又没养我 他死了都跟我没有关系 你要是敢拿这个彩礼钱去救的 咱们这个婚就是不结了 不就是吧 你想救啊 你自己想办法去 喂哥怎么了 你们到哪了 妈等着手术 快点拿钱来啊 不是哥 妈怎么了 你妈没有告诉你吗 她不是说回去拿钱了吗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走啊 赶紧 走啊 去哪啊 去医院啊 我妈等着钱做手术呢 你不是说咱们家没钱吗 拿财礼的那个钱呢 那个钱不是给我的吗 刚才不是说不救了吗 不是 那是我亲妈 你别这样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俩还没结婚呢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没钱 她又没生我没养我 凭什么拿钱救她 实在不行啊 你去找你的亲戚朋友借啊 不行你也去贷款 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 你救不救 这钱本来就是给我的 赶快走吧 我妈在医院等着呢 行 你说的赶紧啊 还在这默契什么 赶紧走吧 我妈现在在医院等着呢 赶紧什么的 来 去你的 哎 干嘛